好,大家好,今天我们再接着讲一个另外的话题,讲一个关于日本话的话题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叫港昌天心与日本话 港昌天心,港昌这个日语叫Oka Kura,天心就是天心 日语叫Oka Kura天心 我们汉字念他的名字叫港昌天心与日本话 今天我们探讨这个主题 为什么说港昌天心与日本话呢 我们可以这么断言在历史上 如果没有港昌天心就没有今天的日本话 很遗憾,港昌天心这个人呢,他还不是一个画家 他是一个美术理论家或者是美术的教育家 港昌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呢,他是生活在横滨 从小呢,他那个受到了这个,当时因为横滨是一个日本开放的港口嘛 所以他很小就受到了这个英文的教育 受到英文教育以后呢,他本来想考的是这个东京大学 当然后来他也考上了东京大学 他考上了东东大学的现在叫文学部啊 我们叫文学系吧 呃,他呢,呃,因为英文好 所以呢,他在这个文学部啊 他的成绩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因为当时很多东京大学的这个教育呢 很多都采取的西方的教育啊,英文的教育这方面 他呢,呃,本来呢,毕业典礼,就是毕业论文的时候 在毕业典礼教自己毕业论文的时候呢 他准备的一个用这个英文写的一个论文 这个论文写的就是国富论 就是国家怎么样能够累积财富 那么他的理想呢,就是通过这个论文以后呢 在东京大学拿到个毕业的这个优异的成绩 能够进入到当时的大帐省 也就是我们财政部啊,做一个财政官员 这是他的梦想 呃,但是没想到呢,呃,他这个 跟他老婆发生了一些矛盾 他老婆在他这个呃,毕业这个写论文快写完的时候 把他的论文就给烧了拿去 嗯,可能他当时大学生嘛,年轻了 娶一个媳妇也年轻,俩人夫妻闹个矛盾 就把他的这个论文给烧了 烧了以后呢,呃,他他没办法 一看马上要交论文的期限到了 所以他就随便写了这么一个叫啊,美式论啊 就把这个美术这块 可能也跟他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些看一些美术的东西有关嘛 他就,因为那个英文的那个国富论很难啊 想不出来了,被烧掉了 准备不出来了,他就很快的写了一个美式论 所以呢,他这个 因为这个美术当时在 呃,明治政府啊 就是在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的话呢 这个还不是放在第一位的 呃,是发展国家发展科技 发展经济啊,是第一位的 所以他的毕业最后就从他准备拿个前几名或者第一名 最后变成了倒数第一 最后呢,毕业的时候就 呃,把他分配到文部上 就没有进这个大张室 就没有进财政部 他本来是想进财政部 让他去搞这个美术教育 这个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 怎么一个过失吧 但是也是正于这个过失改变了他人生的一生的道理 他进了文部省以后啊 他没有想到其他的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一个是偶然的机会让他进了文部省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就是当时啊,因为日本很多这个大学 包括东京大学什么 请了很多教授都是从欧美来的 欧美来的,他不是明治维新吗 要维新吗,改革西化 所以是高薪的聘请了很多欧美的教授 这是有一个美国人的叫Floronsa 这个人呢就被聘到这个东京大学当教授 这个港长天性因为他的英语比较好 他刚才讲了,又是文部省的官僚 所以文部省就是教育部啊 就委派他去做这个Floronsa的翻译 给这个Floronsa当助理 就在这个期间呢,这个Floronsa呢 他,其实Floronsa是个很有名的美学家 或者是美术理论家 他呢,到了日本以后呢 他给他,港长给他做助理嘛 港长天心 那么就是说他考察了日本很多的寺庙呀 古迹呀什么的 本来呀,在明治维新的时候 一切这个就是抛弃了东洋的东西 因为中国的东西很落后 因为日本以前一直受中国影响 很多东方的寺庙呀 道观呀 这些都是中国影响的文化 都是落后的 要都搞成学习西方的文化 西方是先进的 但是Floronsa呢 他自己考察了很多寺庙和道观 这个,他告诉天心 或者他在工作的过程中 就跟港长天心讲 说东方的美也是世界上一个 很重要的美 就是和西方是一样的 不是西方的美高于东方 西方的美和东方的美是并列存在的 东方的寺庙 寺庙 当然这个Floronsa他没去过中国 甚至就是说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 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 就是说日本的这些东方的美 其实也是世界上美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且中方的文化很优秀 所以不能这么就浪费了 在这个Floronsa的理思想下 这个教育下 港上才认识到 原来我们认为落后的东西 它并不是那么落后 我们认为这些东方的美 它原来是跟世界上是并列的 甚至超越西方的美 所以这些理论嘛 或者这些亲耳目睹的这些教诲吧 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港传天心 使他的人生观 对美的认识观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他的这个 人生啊 震撼了 就改变了以前那种什么 从阳媚外的 西方化的这种思想 所以呢 他就发起了一个叫 古物保护委员会 他以文部省 当时文部省就是国家教育部嘛 文化教育部 就是最高的部门吧 他出面 组织各地的这个寺庙呀 道观呀 进行一个古物保护委员会 就是来抢救这个日本的文化 不要受到损害保护 所以他的这些行为呢 被他的另外一个上司 这个上司叫酒鬼隆医 他是这个 当时是文部省的一个官僚 但是也是个贵族 相当于一个什么 当时属于司局级干部吧 后来这个人又发展成 文部省的这个次官 相当于是当时 实际上是官僚掌权嘛 因为部长的话都是 大成的话都是政治家 实际上掌权的就是 次官就是常务副部长 这个人就觉得 港昌这个人的提的观点 还挺好的 符合这个 就是他当时的 符合他当时 因为他是贵族嘛 他当时这个理论 所以呢 他就拿出公费 委派这个港昌天星啊 去这个美国学习这个 西方的这个美术 美学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正好 他的夫人 就是酒鬼隆医的夫人呢 叫美金子 这么一个密子狗 这个美金子呢 也正好坐这个船 因为当时从日本坐船 到美国的话 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么就是让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护送自己的老婆吧 也正好顺度去美国 但是没想到啊 这个港昌天星和这个美金子 在这个船上的两人发展了恋情 当然这个恋情呢 一方面 好的一方面呢 成就了港昌天星很多美术事业 因为他老婆 给他老公说港昌的好话呗 因为这个酒鬼 这是在文部省 很有实力的一个大官 另一方面呢 也是毁了他的这个官僚的人生 咱们一会儿再说 就是这是一段很奇怪的恋情 这个反正就是港昌这个人吧 很多意外意外意外 造成了这个港昌的 这个后来的人生 他在美国学习回来以后呢 这个美金子就是这个酒鬼的老婆 就推荐说这个年轻人很了不起 很有思想啊 很有能力啊 怎么怎么 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年轻人 他老公听了以后 当时正好符合酒鬼的这个构思 就是想在日本建立了一所国家的美术学院 这个时候年仅二十八九岁的港昌天星呢 就被推举为这个东京美术学校 也就是亚洲第一所这个国家办的美术学院的校场 二十八九岁的港昌天星成为这个校长 这个校长待遇很高啊 按就像东京美 现在叫东京艺术大学吧 东京美术学院当时 就相当于现在中央美术学院 那按当时级别来说也属于私局级干部了 二十八九岁那是重大的提拔 二十八岁到二十九岁的时候吧 他就成为一个这个东京美术学校 也就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美术学院的这么一个校长 他当了校长的时候 他还是很排斥西方化 他只设立了一个画科 这个画科就是日本画科 他当时后来才有了这个洋画科 当时就设立这个画科 日本画科 因为这个东京美食学校的成立 这个日本画科 日本画可以说是才在日本正式确立起来 以前的话呢 日本画日本画的人呢 就没有日本画这个称呼 日本画画的人基本是受中国绘画的影响 所以基本是水墨画 墨彩画 有的一部分人当然他们是走文人系统的 也叫文人画 有的无论是各个流派的绘画 他都是实际上是中国绘画的一个分支 没有形成一个叫做日本画 日本人自己的画叫日本画 那么港昌天心设立了这个东京美食学校 他在东京美食学校 正式就把这个画科叫做日本画科 从此日本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画种 叫做日本画 港昌天心呢 在这个东京美食学校建立日本画呢 当然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国家提倡西那个日本的这个 随着这个改革开放 就是随着明智维新的发展 这也是必然的一条路 那么真正的日本画 成为这个世界认可的一个画种 或者影响世界的画种 或者甚至在超越了中国绘画的画种的时候 在当时啊 超越中国绘画的画种的时候 并不是港昌当校长的一段时间 当然当校长 他是推行这个什么 这个日本画的这个 他是一个狂热的日本主义者 同时他也是个东洋主义者 他倒不是完全推崇日本 他也讲这个啊 印度也也是东洋 中国也是东洋 但是他是 更主要说 他是一个狂热的推行日本主义者 真正的这个事件 是一个什么事件呢 是叫港昌天心飞子事件 然后呢 日本美食院的成立 是因为这一个历史的事件 才把真正的所谓的日本画 推上了绘画 那么他刚开始呢 就是东京美食校成立日本画 可他叫日本画 其实学习了很多 引进了很多西方绘画的这种模式 比如说画书 画书描 画书写 也就透视学 也就剪抛学什么 就是用西西方画来改造中国画吧 其实啊 名字上叫日本画 还真正没有完整意义上 成立他的所谓的日本画 那么真正成立日本画的话呢 是就叫港昌天心飞子事件 什么叫飞子事件呢 就是当时这个美食学校 有个教授叫福地 这个可能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对这个港昌有点这个不满 港昌当时三十几岁 就刚才上了很多年 也意气风华 可能各方面 当然也很 他的构思和理想 很多人追随他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福地呢 就给他学校 或者是东京大街上贴了个小字报 我们现在叫小字报 也叫大字报 什么大字报 什么意思内容呢 就说这个港昌这个人不行 他就是品性有问题 他跟他的上司 这个老婆美金子 他拿私通 有这个什么 就是说有男女关系 私通这什么等等等等 就是诽谤了 这个小字报很厉害 非常阴毒啊 因为当时这个酒鬼 已经当了文部省的这个 刚才讲了这个文部政务次官 就相当于是这个副部长副部长 他老婆跟下面的校长 私通 这个搞什么 那是不是他们有这个关系 才让他当校长 等等等等 这一切社会上各种非议什么 确实可能这个港昌 跟这个美金子他俩有恋情 有地下恋情 等等 一个是惹怒了酒鬼 酒鬼就对这个 说他妈的 我对你这么好啊 什么你这么看 该上我的老婆啊 这是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社会上各种压力风潮 这个港昌 确实没法干了 他就辞职了 叫非职事件 又辞职事件 东京美食学校 他三十三四岁的时候 就辞职 我不干了 辞职了 他就辞职不要紧 这个当时的 东京美食学校的 这个日本化科的教授 副教授十七个人 跟他一起集体辞职 这个了不起 一个美食学院的院长辞职 这个下面的教授 副教授十七个人 集体辞职 这个事件很了不起 就证明港昌这个人 还是很有人脉的 很有影响的 那些人愿意跟着他 当然这个辞职 一个是福地 这个小制报事件 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日本化和所谓的 当时叫日本化啊 就是和洋化 就是油化的 真弄的问题 因为港昌一直就是 不想让这个 东京美食学校里头 开设油化专业 他认为日本 就应该有日本化 他受这个 Florosa的影响 就是说东方美术 我们就 我们再画油化 好不过西方 我们不可能 比西方画的油花好 但是有一个人呢 这个人叫 黑田清辉 黑田家呢 也是个贵族 也是很有影响的 一个家族 这个黑田呢 在跟当时 中国的徐飞鸿一样 他在比西方学 早一些了 他学了油画 他油画画得很好 他回到这个日本以后 他就要努力提倡 日本要做画油画 那么就想在这个东京美食学校里头 开设油画系 油画专业 那上面这个政府 黑田家也是很厉害的 这个贵族家庭 那么他的压力影响之下呢 文不省 那就没办法 就是这个酒鬼他们 就要求这个 在这个里头 开油画系 谁要开了油画系 但是港昌还是比较 不是很爱见 待见这个油画 所以说这也由这个 画油画专业的 包括黑田为主的 对他不满的 一个情绪嘛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油画 和所谓的日本画的一个 画主之争 战争的这么一个事件 港昌辞职了 不干了 17个教授跟他不干了 这个事件还没完 更厉害的是 他们接着成立了一个 民间的 不是政府的 民间的美术团体 叫做日本美术院 日本美术院 听起来的话 日本美术院 好像是个国家的 这个美术团体 不是 是私人的 民间的 就是港昌 带领自这17个教授 他们自己成立的 他们成立这个美术院以后呢 他们 作为一个私人啊 不是国家 没有国家给一分钱 他们 而且他们一心一意要把 就是憋着一口气 一心一意的话 要把日本的绘画 创立一种新的画种 就是日本画 把日本的绘画 打上世界 走出世界 啊 当然后来这个日本美术院的 用营 非常艰难嘛 因为毕竟民间的 没有这个 好的这个 这个 毕竟日本当时经济嘛 没有好的支持 没有财政支持 是很难的 就靠港昌 他们这个些人的来支持 那是也是很难 后来慢慢慢慢 他们从东京 移到了这个 自呈现的武朴 最后到穷空 什么他们这些 美术院的这些会员 出去钓鱼 钓了鱼 然后钓上鱼 这个什么 再把鱼烤了 再生活 生活回来 再继续画画 当时里头有一个 林田村长 很有名的这个画家 就是最后饿死 就是 某种印象是饿死吧 营养不良吧 就是四十多岁 一年早逝 是个很 画得很好的画家 等等吧 就是说 但是他们这群人的 对美术的追求的精神 跟着港昌干 港昌是给他们 提供理论指导 他们就认为说 我们要唱一种新的画种 这种画种 要是突出东方的思想 但是这个画种呢 还是要保持东方的东西 跟西方对抗的 那么我们这个画 就叫日本画 就是我们日本民族的精神 这个日本画 一直临朝在现在 他们首先呢 在技法上 做了一些改变 就以前的中国画 讲的用线造型 用线描 传统的中国画 在日本也是学这个 用线造型 但是很传统的中国画 很少注重透视 所以他们在这个 技法上 他们在线描的基础上 增加了透视感 他们画出来以后呢 尽量淡化这个线 但是也 也有线 所以这种画法呢 当时就叫做朦胧体 朦朦胧胧胧的 有线 看得到线 有线 也可能存在线 但是呢 他又注重了透明 这个是首先 其实他是对日本画的改革 某种意义上 也是对中国绘画的一个改革 接着呢 他又在颜料上 做了这个改变 那么颜料的话呢 就是说 原来的中国画 都是水墨加水的 或者是很 很透视的 就是 就是墨嘛 他是很透明的 所以他也可以做写意 也可以做这个 这个工笔 描画 那么他在这个 日本画的这个材料上呢 他在材料上 绘画颜料上 做了一些改变 他可以堆积 就像油画一样 可以堆积 中国颜料的 也是矿物 然后又加一些 什么其他的繁 或者是其他的材料以后 日本的这个颜料 画的颜料 可以堆积起来 后画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 这个丙烯啊 什么的啊 这种 就是日本的一种 矿物的这种 他自己研究出来 这种颜料 这也都是在 港昌的这个建议下 他们这个 搞的这一套东西 这个对日本当时 影响很大 所以后来 很多画日本画的话 他可以这个 画的既像油画 那样有厚重感 也可以画的 像水墨画那种子 所以就丰富了这种 实际上丰富了中国画 那他叫日本画 这种创作的模式 接下来以后呢 他们在材料上 又进行了革新 比如说传统的中国画 我们是画在宣子上 那么日本的话 画日本画的 也有画在宣子上 但是他有的 他不画在宣子上 他也可以画在这个 木板上 或者木板上 再贴成纸 或者是他可以画在布上 都可以 就是说他在这个材料上 也进行了改革 总之来说呢 就是他们结合西方的东西 改进了当时传统的中国画 建立了一种 介于东西方的中间的媒体的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日本画 日本画诞生了 在改革这种材料和技法的同时呢 他们又在创作思想和题材上 进行了这个 港上进行了大胆的这种 或者是一种这个追求 就是东方美 当然东方美其实是中国美了 当然是当时整个世界上 认为西方是最优秀的 怎么可能是 东方啊中国 都是当很落后的 那是一个 中国是一个说什么 东亚病夫当时这么认为 那么在题材上呢 这个港上领导 他的日本美食院 就是那个时候 这种忘我 但他们都是一种 真的没有人让他们怎么干 他就是一种 自己的精神的追求 自己对文化的一种宣传 这种忘我的这种精神 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那个时代的日本画画 是相当优秀的 那个时候是超过中国 那个时候中国还比较乱 是军阀轰战乱七八糟的 是满清末期什么等等之类 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他那个时候 这些人拼命的 一心一意的 那么在题材上 他创造什么呢 以中国的这种古典题材 什么苏武牧阳 王昭君 屈原 这些中国传统的题材 再加上 这个就所谓我说的那种蒙龙体 所谓的材料上 就是绘画材料上 不一定是画在那个什么 宣子上了 可能是画在纸板上 可能是画在木板上 可能是画在布板上 就是材料的改进 思想的这种 对东方的坚持 技法的改进 整整创造出来一个新的日本画 新的画种 日本画 那么这个画种一直影响到现在 这个很厉害 当然这些出现了 通过这些新的画种 新的万我的这种创作 万我的 港昌他自己不是画家 他不画画 这些万我的创作以后 他产生了一大批 很优秀的这个日本画家 比如说这个横山大关 就是港昌的这个最宗实的弟子 他就一直这个创造这个日本画 但是后来港山 他把题材画到 横山大关 后来把题材画到什么日本的东西 以前他是画中国的 东洋的 后来变成日本的画富士山呀 什么的 那么接下来什么叫林田村草 我将来讲了这个林田村草 他画这个李白 什么的这些题材 什么王朝军这些题材 夏冲观山 四田广夜 等等之类 就是这17个 主要的 甚至还影响很大的 所以就日本美食院 这些画家 当时建立了一种新的东西 新的画中 新的日本画 但是他基础上 是在建立在中国绘画基础上 当时在世界 产生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像这个 当然后来 横山大关 更多的又画了 很多日本的这种思想 都像樱花 像什么富士山 他们后来在西方 产生很大影响 西方人看到 哇 这个原来 这个东方绘画 还有这么漂亮 还有这么好 画的竟然是如此 竟然是这么 伟大 所以说对世界产生了震撼 那么 就是那个时代的日本绘画 到现在 就是说 一直影响到现在 所以说这个 这个对我们现在 中国画创作来说 是个很好的 启迪作用 因为它首先改变了 那个绘画的随意性 西方人就觉得 我们中国人拿个毛笔 铺一张紫 啪啪啪啪 就是文人那种写意 很快就画一张画 觉得这是绘画创作吗 这个好像是玩啊 其实我们中国当时 可能文人认为 就绘画就是一种玩 就是一种 所以是这么走过来的 但是呢 他们 港长天行 叫他们这个进行 新的日本画创作 题材是中国的 可能 颜料是矿物的 也是中国 这个过来的 可能在技法上 可能干的革新 但他们在制作上 要求精致 细心认真 他们画一张画 画一幅画的话 可以反复打底稿 反复的这个 这个构思 反复的构图 最后创造出来 这幅作品的话 可能需要 快的需要一个月 慢的需要三四个月 可能才出来一幅作品 那就这个作品 相当精美了 精致了 这个也是 就是实际上 某种意义上 把中国画那种 随意性和那种 就是那种 偶然性 随意性给他 这种 也可以说优点 也可以弱点的东西 给他弥补了 所以说也中国画 就是日本 新的日本画 也可以创作出来 相当精美的东西 超过西方有画 精美的东西 这个也是 港昌 应该提出来 就是说 当然后来 这个林田去世了 港昌呢 后来因为 这生活没办法 所以最后 逼着大家 到武普去钓鱼 一边吃饭 但还是一听的 绘画画家 后来港昌 实在没犯法 就被美国 波斯洞美术馆 聘他做 日本部部长 他帮着收购 中国的画 什么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卖给这个什么 美国的美术馆 然后他从中 占点钱 或者他挣点工资 再去养这些画家 日本的画家 横山他们 再继续穿作 什么 就很艰难的 维持了这么一段时间 慢慢的 慢慢的 港昌 他们这些人的行为 这些事情的话 新的日本画 被日本所理解了 最后呢 政府也慢慢开始承认了 港昌 很多人呢 又把他又 反聘回去 东京美术学校 当教授了 等等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林田的24 都是英年早逝 就是一半 但是饿死了 那么港昌也很 60多岁 不到60 56岁吧 就去世了 但是他 一生中 从28岁 他当东京美术学校 到56岁 他将近40年 39年 40年的生涯中 一生中 坚持一个目标 坚持一个追求 从理论上 思想指导 建立一种新的绘画 日本画 日本画呢 是从中国画出来的 但是又不同于中国画 哪些不同于中国画呢 他在材料上 他可能更 他又 也可以 就是水墨 也可以厚图 他也可以是 画在纸上 也可以画在纸板上 也可以画在木板上 也可以画在 布板上 或者布上 他的这个 丰富了 他的 取了很多 这个 西方绘画的东西 但是他又强烈的 保持了中国绘画的 东西 他那 题材上又是东方的 强调东方美的 从产生一种新的画 日本画 这个日本画 这种东西 对中国的后来影响很大 很多 因为东京美食学校 是这个 亚洲最早的美食学院 包括日本的这种绘画影响 包括后来的这个 李淑彤啊 也是东京美食学校 学习过 后来这个 富豹石啊 什么的 都是受这种 日本的这种影响吧 回来以后 对中国的绘画 产生了新的影响 多过后来 徐卫宏讲的 这个西化中用 中化西用 什么 就是那种怎么结合 其实某种意义上 在这之前 日本画 已经做了很好的范例 他们也借借了 很多日本画的东西 应该是 而且比中国走的先 走的快 可惜港昌天心 这个人不是画家 他是美术理论家 港昌天心 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画家 日本画 当然他死了 他死了以后 这个 在他的目前 恒山大观 叫再兴日本美术 我们还是要把日本美术 这个振兴起来 我们要继承 我们这个先生的遗志 这个港昌这一辈子 你看就是从这个事件以后 民间嘛 他靠自己赚钱 靠自己维持 就来去报效一个美术事业 很了不起 很伟大 这个就可以跟我们讲的 那个刘海树是一样的 都属于民间的 非在野的 非那个在朝的是在野的 但是呢 他的高度 他的 他甚至比刘海树更执着 更认真 更高度的 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日本美术 那么恒山大观呢 再新日本美术 这日本美术 到现在还留下来 一直叫院展 包括我们大家 中国人都很知道的 平山玉夫啊 什么的 这都是日本美术院的 当时的院长 就是说他代表了一个 日本的画的 日本画的美术的主题 主流 当然后来呢 这个竹内西凤呢 他在京都呢 又成立了一个京都画派 就是另外一个日本画 就是跟这个对抗的 跟这个日本美术院对抗的 这个或者是有点不同的 另外一个美术画派啊 就是这个竹内西凤啊 上冲松原啊 这个一套的 就是他们讲的 说还是我们要注重县 你把那个县抛弃了 是不可以的 就是到底 日本画里头要不要县 日本画的县 到底是不是要坚持这个县啊 那么港昌认为说县 可以有 但是要把它弱化了 那么 竹内西凤说县必须要有 县要强化了 那这个则是后来 日本内部之争了 不管怎么说 通过这个港昌这个争论 港昌这个努力 港昌日本美食院的发展 日本奠定了新的 一个绘画 日本画 港昌天性 创造了新的绘画 日本画 日本画到现在为止 也是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绘画 画种 很多人到日本来 也学习日本画 而且对中国绘画 也产生了很多影响 日本画 其实的娘家是中国绘画 但是他自己又独立出来 一个新的画种 日本画 日本画的某种意义上 既可以像这个中国画那样 可以随意 性情的发挥 又比中国画更多的 增加了很多严谨和创造性 技法上又革了革新 就是日本现在 当然日本画将来走 何去何从这种走法 现在也是大家说而不语 但是在至少在港昌 那个时代 那个年代的日本画 是亚洲最好 做得不错的 甚至我们再看一些 那个时代 日本美食院的那些人 画的作品 是非常震撼的 了不起的 就是说 在那个 当然那个时候 中国是没办法 因为中国还没有 新中国还没有成立 中国改革开放 还没有开始 日本引领了亚洲绘画 这个主导地位 亚洲画坛 是以日本画为主的 那么这个 并不是国家拿钱的 并不是国家去主导 这事件 是一个在野的 一个美术理论家 还不是个画家 港昌天心 再去努力做 这个很了不起 记住 港昌天心 与日本画 他是很多意外意外 最后变成了 意外中的不意外 创造了一个新的画种 对画坛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他可能 港昌去当一个财政部 即使将来当个财政部 副部长 他也可能没有他 在日本的历史上 在绘画上 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 这么大的地位 现在要研究 日本画 研究日本的 绘画精神和思想的话 港昌这个人 是绕不过的 必须要 特别是近现代的 必须要研究的 必须要研究他的思想 这个 是非常重要的 港昌天心 与日本画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接下来 完了以后 再跟大家继续讲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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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